王申超就项链事件致歉,以深刻认识到错误,由于王申超在与缅甸的比赛中,偷偷佩戴项链入场,被球队批评教育,所以在与泰国比赛时,王申超并未进入比赛大名单,国足与缅甸队比赛,王申超在第61分钟被替换上场,上场时他把项链藏在球阿中,上场后趁主裁判不注意, 又从球阿里拿出来项链戴在了脖子上,事后,王申超通过微博向球迷以及媒体致歉,随国家队从泰国集训回来了,在同缅甸的比赛中,我因为佩戴饰品,违法了比赛规则,我一直在反省,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作为一名国角,在场上的一举一动,都应当以身作则, 在此,我想向所有关心我的球迷、媒体朋友们致以真诚的歉意,并向大家保证,日后定会更加严于律己,严守赛场规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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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�